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及时发布此访有关具体情况 经双方商定 中美将于当地时间5月14日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 就人工智能科技风险 全球治理 以及各自关切的其他问题进行交流 我注意到有报道称 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船只意外相遇 我要指出的是 中方反对美台军事联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美台军事勾连的错误行径 我们也证告民进党当局 以武谋独 以武巨统 都是死路 注定失败 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意外 按照美方的逻辑 美国进行补贴就是至关重要的产业投资 别国进行补贴就是令人担忧的不公平竞争 美国向世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就是自由贸易 别国向世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就是产能过剩 这用中国话来说 就叫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用美国话来讲 就叫我做了你不能学 我说了你必须做 说到底 美国就是在打着产能过剩的旗号 对别国的先进产业进行打压 以公平竞争为借口搞保护主义 践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是赤裸裸的霸凌霸道 中方对有关中国公民被逮捕并起诉时 表示严重关切 强烈敦促英方 切实保障在应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一段时期以来 英方不停炒作所谓中国间谍案 中国网络攻击事件等 这一系列指责 纯属无中生有 恶意诋毁 不可接受 对这种打着司法和国家安全的旗号 搞政治操弄的卑劣行径 中方坚决反对 具体情况你可以向主管部门来了解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中方一贯反对 违反世贸规则 单方面加征关税 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近期一些境外机构和媒体 无视中国坚决反对 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坚定态度 和中国反兴奋剂事业取得的成绩 对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存在严重偏见 发表明显违背基本事实的报道和言论 严重侵害运动员隐私 企图通过操纵媒体 误导民众传递错误信息 攻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中国 撼动现行有效的全球反兴奋剂体系 对此 中方表示强烈谴责 中国积极推进反兴奋剂斗争 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独立公平 一致和有效的治理